今天的智能手机 内置电池已经成了一个默认的标准了 反而要是我给你介绍一个智能机 是可以徒手就能随便换电池的 你可能反而会觉得这么新奇 但这玩意是真的有 而且最近这牌子做的还越来越火了 后面会讲 就先说大的行业形式 这种内置电池的做法 就相当于每台手机从到你手里 你第一次开机那一刻开始 就启动了一个报废倒计时 甚至再严谨点 可以说这个倒计时 从电池一生产出来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从你用的那个时候 这个报废进程 才真正开始快速的跑起来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年轻朋友 现在还挺新潮的 玩一些新游戏 搞一些比较复杂的iPhone 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性能跟不上换手机 换的还比较贫 但像我这个年龄全层 除了科技博主 科技博主换手机真的太贫了 但抛出这部分人 我周围真的一大半以上 换手机都是因为说电池不行了 这我觉得就是因为内置电池 到计划报废玩法的一个威力 然后我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证据 就是你看二手市场里面 也对手机电池看的特别重 有的小老弟常换手机 他可能感觉不到 手机被电池催命这种感觉 但他往外出旧手机的时候 肯定就也有体会了 你比如说像iPhone14的话 那有挺多保养的都很好 但价格就还是有高有低 这很多时候就又是差在电池上了 你就说现在哪个出旧手机的 不必要电池健康度的 包括官方回收 或者那些第三方做回收的 它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 也是要看你的电池情况 电池情况差的话 折价是非常狠的 所以不管是耗到电池不行了再换 还是提前就换 内置电池这个定时炸弹 可以说是追着每个手机用户在跑 当然也有一个群体 是从这个轮回里跳脱了出来的 这类人一般被称作是定字户 比如小米6定字户 iPhone6s定字户 这都是比较名声在外的 这电池虽然内置了 但它并不是不能换 只是麻烦很多 我之前录过一个 给一加五换电池的视频 电池跟手机粘的是死死的 我最后搞半天扯下来 电池都掰弯了 而且到今天再看的话 这手机也让我这么搞得不太稳定了 当然你也有官方换电池这个选项 实际上今天叫得上名字的大厂 都有这个选项 但我相信真正去这么做的用户并不多 比如你可以从二手市场的情况去反对 你看有多少出二手的手机 是换过电池的呢 这个比例真的很低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内置电池真的是帮智能手机厂商 实现了计划报废 计划报废可以说是消费主义 催生出来的一只怪物 一个很有名也很有历史的例子呢 就是灯泡 实在杂志1945年的一篇文章 提到过一个横跨英法 德日美五国的企业组织 翻译过来呢 叫太阳神联盟 这个组织是1924年成立的 像菲利普通用电器都是里头的成员 他们除了维持灯泡价格以外呢 还约定好灯泡寿命不能做的太长 一开始规定是不能超过1000小时 超过了甚至要罚企业的款 而且定的特别详细 你超过20小时罚多少 50小时罚多少 全都定好了 BBC有个节目介绍了这个事 那时候呢 灯泡产品真的太卷了 有的灯泡能用2500个小时 企业竞争推动技术进步 这其实是好事 消费者也受益 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企业利益是有冲突的 一个是呢 老这么卷 各家的研发成本都要水涨船高 另一个就是你一旦卷到耐用性上 那销量就受影响了 BBC这个纪录片呢 就引用了当时这个太阳神联盟里头 一个企业主管的文字记录 就是说联盟成立的第一年 各家企业的灯泡销量就全涨起来了 预计五年内就会翻一倍 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 所以这个联盟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计划报废这个病毒 却在各个产品门类之间快速传染 包括像洗衣机 电动牙刷 那个纪录片里头 让我觉得最离谱的一个 是有一款打印机 那个打印机的墨盒 有一个专门用来倒数的机械结构 印了五万张纸之后 就会告诉你没墨了 打印机呢 也就停止工作了 但如果你能心灵手巧的把尺轮给调回去 你会发现呢 其实还有墨 甚至这里头的墨 足够你把这个倒数计时重置三次 也就是说你其实至少还能再打十万张纸 我觉得这都已经属于是犯罪了 那到了智能手机时代 所死在设备里头的这块锂电池 某种意义上就扮演了这个倒数计时尺轮的角色 虽然没那么离谱 但电池呢 确实是手机上的唯一一个 无论你怎么精心保养 都依然会坚定的 不可逆的持续衰退的一个器件 然后厂商们呢 选择把这个东西粘上一整面胶 锁死在手机里 对吧 和很多朋友了解到的可能不太一样 电池的衰退对手机的影响 可不单单只是一个续航时间变断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科普呢 做的最好的一家手机厂商 就是苹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年沸沸扬扬的电视门事件 在这个事上 苹果吃了一场三百万人的联合诉讼 最后总共加起来 是被判罚五亿美元 所以在这次风波之后呢 苹果在iPhone电池的信息透明上 是真的做了一些工作 现在在苹果官网上 可以找到一篇叫做 iPhone电池和性能的文章 第三节就讲到 电池老化之后 除了电量下降 它能提供的电压和最大顺时功率 也会掉下来 这其实就会影响到手机工作的稳定性了 说白了呢 就是手机时不时的就会强制关机 说实话这一点 我在最后阶段的一家五上 体会特别明显 这手机呢 我17年买的 21年自己瞎骨的 换了一个还不是原厂的电池 到现在23年 那真的就是随机黑屏 就你不一定是在干啥 电量上看着呢 也可能好好的50% 40%的 但是突然屏幕就黑了 再也很开关 就发现点不亮 已经关机了 我觉得这才是电池 把手机真正彻底报废掉的终极手段 电池容量下来了 你还可以多充充电 不行随身带个充电宝 但电压和顺时功率上不去 手机三天两头关机 那就真的没法用了 所以说回当年iPhone的电池门事件呢 我觉得如果说苹果就是故意恶心老用户 在LS系统里头做小动作 让老手机变慢 这纯属恶意诋毁 因为如果不搞这些措施 像iPhone6s电池跟不上了 每天给你强制关机个一两次 那它就不是神机了 神经面还差不多 但是苹果这事干的呢 也不能说就是冰青玉洁白无暇 它错就错在你 为什么通过限制手机性能 来解决手机不稳定的问题 18年事情闹大之后呢 苹果推出了直扣架换电池的活动 那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这么干呢 这事最早的起源是16年 有报道说有的iPhone6s 用着用着就突然关机了 那你苹果那个时候就搞折扣换电池 甚至你直接来个老用户关爱活动 给iPhone6s这种神机用户免费换电池 换一个新电池续航回去了 电压和顺时功率也回去了 那手机突然关机 这个问题不就直接釜底抽薪了吗 你在借势搞一波宣传 拉几个iPhone6s的用户出来 讲讲自己用这个手机的故事 这不就是你苹果最擅长的吗 那这样iPhone6s那批忠实用户 不就彻底死心塌地了 三年之后再来三年 你这个手机耐用的形象就起来了 外界也能收获一大波表扬 这不比后来赔5亿美元 又多了一段黑历史强吗 而且后来那电池该换的 你不也都给换了吗 所以这是苹果真正做错的地方 就还是现在我不能让用户 用老产品用的太久 那套传统的企业经营思维里了 实际上最近苹果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又有点危险了 今年8月左右开始 出了一波关于iPhone14 电池衰退过快的舆论 我看到华尔街日报 一个很有名的科技记者 Joanna Stern 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了这个事 然后福布斯也在报道里提了这个事 引用了另一个科技博主 说是不到一年 电池容量掉到了88% 其实根据苹果公开的电池标准 这些情况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还是那篇iPhone电池与健康里头 就提到充电周期达到500的时候 电池容量应该维持在原来的80%以上 如果是一年内掉到了80%以下 那就是电池有问题了 手机设置里头的电池健康里 会给你个提示 你就可以去找苹果免费换电池了 不过这儿这个一年 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消费者理解 实际上你看的真正的标准说法 是500个充电周期 一个充电周期 是手机电池从充满 再到放干净的一个循环 这个不是说你一直不充满 或者一直不把电用光 你就躲过了这个循环 它是可以累积的 比如你第一天用了75%的电 晚上充了一下 第二天你又用了25%的时候 这就累积了一个循环了 充电周期是一个比使用时间更好的 衡量电池使用量的指标 有的人天天插着充电器暴打游戏 有的人可能手机买回来都没拆封 放了一年 那同样是一年 充电周期数肯定天差地别 所以苹果定下来500个充电周期 这个标准就相当于 给各种情况都落个底 就一年你再怎么使劲用 绝大多数情况都不会超过500个充电循环 所以苹果拿着这个可以量化的标准 去要求供应商 最后消费者这边 就可以跳过这些技术概念 知道自己的手机电池一年之内 不会掉到80%以下就行了 所以现在这些一年电池掉了 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报道 仔细一看都还是在标准外内的 比如Joanna Stern的文章就挺专业的 她说自己的iPhone14 Pro电池 用了11个月掉到了88% 但她也给出来了 自己充电周期的数据是451 但这个其实就是手机用的 很猛的一个还算正常的结果 但这么说 就越来越像是给苹果洗地了 实际上我才刚开始 现在关于iPhone这块电池的真正问题是 作为一个锁死在手机里头 很不好换的器件 500个充电周期容量保持80%以上 这个标准本身做得到问心无愧吗 首先这个标准 即使对苹果来说 也一直都是个最低最低的标准 像Joanna Stern在文章里头就提到 她老婆的iPhone12 Pro用了三年之后 电池容量是80% 她团队编辑的iPhone13 Pro用了两年 电池是90% 虽然她没有列出来这两个案例的充电循环 但一个是家人一个是同事 特别是同事的话 日常工作习惯应该都差不多 即使没有Joanna用的那么猛 但毕竟用了两年 充电循环肯定也破了500 但人家iPhone13 Pro的电池 就是维持在了90% 是远高于苹果划定的500个循环 降到80%的这条底线的 可到了iPhone14 Pro这 它就开始朝着底线的方向走了 这不是啥好事 另一个侧面证据 就是苹果自己 好像对14 15两代的手机电池 也有点发虚 特别是15 现在在苹果官网上可以看到 iPhone15上多了一个 限制充电电量到80%的选项 开启之后 iPhone每次充电 就只充到80%就停了 这么做对延长电池寿命 是真的会有好处的 虽然有点治标不治本 但它确实能治标 为什么呢 这我们就要讲一下 锂电池工作的原理 Tech Insights 前段时间拆华为手机芯片 拆的很有名的那个研究机构 出过一篇 介绍手机电池衰退原理的文章 给出来了阳极和阴极反应的公式 详细讲解了为什么电池 在完全没电和满电的状态下 会加速老化 包括为什么电池 你什么都不做 就在那放着 它也会老化 这个呢 我会把文章标题 放在视频画面上 包括我所有提到的资料 现在我都会放在视频画面上 这样大家感兴趣的 都可以去搜标题 去看原版 不过话说回来 我的一个目标呢 是把这些东西 讲到我爸都能看懂 所以我想了一个 更直观的例子 就是橡皮筋 橡皮筋呢 你把它拉长的时候 你也是往里面存了势能 你一松手弹别人脸还挺疼 就是释放了这个能量 物理学呢 都是相通的 所以这是个特别好的类比 橡皮筋 你把它拉到最长 然后你就这么一直沉一个小时 那你再松手呢 它就松松垮垮的了 这就对应满电状态 对电池的伤害 如果你把橡皮筋 撑开的同时呢 再去搭太阳底下晒一会儿 那它软的就更快了 这就是高温 对电池的进一步破坏 还有一个角度 需要点生活经验 就是你会发现呢 长期不用的橡皮筋 也会变硬变脆 一拉就断了 寿命呢 可能还没有你经常用的情况下长 这个对应的呢 就是低电量对电池的破坏 不过今天咱们呢 还是主要关注高电量和高温的问题 今天iPhone电池的生存环境 其实是越来越险恶了 有一个点 大家可能会比较意外 就是20年底 苹果推出的MagSafe 无线充电生态 这个东西真的太方便了 我也搞了一个 但它其实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iPhone很多时候 都处在很伤电池的满电状态 不过实际上 苹果提前就做了个准备 2019年的iOS13 就加入了一个新功能 叫优化电池充电 就是iPhone会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来判断你是不是要长时间充电了 如果是的话 它就估计一个 你可能要用手机的时间 电量充到80%以上之后就慢点 等到估计你差不多要用了的时候 再给它充满 尽可能减少手机 维持在高电量上的时间 但人又不是机器人 对吧 你不可能每天都那么固定的 准点用手机 特别是白天无线充电这种场景 你随时都有可能把手机拿起来 随时也有可能放回去 所以苹果这种优化 对这种场景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实际上我就没怎么见过 白天它启动这个充电优化 大部分时候 我手机的电都是满的 这其实对手机电池就不是很好 然后这两年 手机APP的消耗也在变大 特别是游戏 像iPhone15 现在还要去卷大型游戏 那无论优化做的再怎么好 顶多是做到不烫手 发热一定是跑不了的 毕竟计算压力在这摆着 这就又给iPhone的电池上面上了点压力 所以咱们看到iPhone15上 多了个独占功能 就是把充电上线锁死在80% 可这不就又有点 当年通过限制性能来避免 旧电池带崩整个手机那味了吗 所以我说 我觉得苹果这么干 又有点危险了 就是这个事呢 真正想解决好 就还是得在电池上想办法 这方面呢 欧盟出了个很激进的法案 就是你消费电子设备 电池全给我做成可拆卸的 之前欧盟刚上了波大分 就是强制iPhone也统一成了Type-C接口 这个事呢 有的喜欢Lightning小巧设计的朋友 是觉得挺遗憾的 但目前主流的舆论都还是比较赞成 属于是行政力量下场倒逼了一波企业 就像前面那个灯泡产业的太阳神联盟 虽然大部分时候呢 企业也会追求更好的产品品质 来在竞争中胜出 也就是和消费者利益保持了一致 但确实存在一些场景 比如计划报废 或者像统一接口 这种场景下 企业利益和咱们消费者利益呢 就是存在根本矛盾的 那行政力量出来推一下 还是挺好的 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 苹果应该是找到办法 把这个法案给绕开了 欧盟这个电池法案里头 给了一些例外场景 有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设备需要很强的防水性 可以继续把电池锁死在设备里 然后今年六月 苹果高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就被问到了这个欧盟法案 John Tunis做的回答 他的回答就真的一直把重点 锁定在了这个例外场景上 放在了iPhone的防水性上 还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有用户手机 掉水头两天才捞上来 捞上来之后呢 还能正常工作 特别开心 就从这个回复就能看出来 苹果肯定是打算 从防水性上绕开这个电池法案了 除非这个法案 再给出进一步的限制 那咱们现在回到 内置电池这件事本身 其实内置电池呢 并不像限制灯泡寿命那么恶劣 但它确实也导致了 大量的智能手机 被提前报废了 在苹果继续坚持 内置电池这件事上呢 我并不觉得苹果有什么坏心眼 因为它并没有说 同模搞个内置电池联盟 你要是做可拆卸电池 就排挤你 甚至罚你款 苹果没这么干 不过苹果的态度上呢 其实也可以挑一个毛病出来 就是它没有真正的 去投入很多资源 去研究可拆卸电池的方案 特别是苹果一直以来 对环保是真的很重视 无论是它2030年 全产业链碳中和的目标 还是今年率先实践了 碳中和的手表生产线 这些呢 都是真的实实在在做了的事 但到了电池可拆卸这个问题上 那就真的是要革自己的命了 手机销量呢 一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好处呢 就是真的环保 而且呢 一劳永逸的解决当年的电池门 还有未来很多潜在的 和电池相关的问题 利好消费者 其实可拆卸电池呢 也并不意味着手机体验就会变差 就不能防水 不能便携之类的 2016年的LG G5的电池 就是可以拆卸的 但看起来 和同时代别的智能手机 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上下框还要更窄一些 然后像14年的三星Galaxy S5 和22年的Sonum XP10 注意不是索尼啊 是Sonum 这俩呢 一个IP67防水 一个IP68防水 但电池呢 也都是可拆卸的 这些手机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XP10 看着呢 就挺笨重的 但是他们的存在 就证明了这个方向 并不是不可行的 就是个研发投入 持续改进的问题 当年处理器芯片成了之后 卷了几十年 我前两天呢 还读到一篇文章 论证说 今天一个充电头的算力 都比阿波罗11号 登月飞船的指引计算机 算力强 挺有意思的 反正话说回来呢 可拆卸电池这个方案 假如真的能卷起来 最后即使没有芯片 那么夸张 也一定是能卷出来一些 不输内置电池方案的 产品出来的 所以欧盟这个法案 虽然被苹果绕过去了 但至少也给 整个智能手机行业 开了个好头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 也能立好一些 已经在做可拆卸方案的厂商 比如一个叫Fairphone的牌子 真的走得很远 不光电池可以徒手换 它里面各种主要配件 都可以自己拆下来换 哇这个概念太有意思了 我呢住在香港 买这些新奇设备还挺容易的 过段时间没啥想讲的了 就出去买一个 给大家介绍介绍 那咱们现在习惯的 这种内置电池的手机 就真的不能再使用 寿命上继续往前走了吗 其实也并不是 我在查苹果电池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看到了一条博文 说iPhone14和15 为了节约成本 换用了不如前代的电池 这种个人来源的信息呢 可信度没啥保证 所以我之前并没有 拎出来跟大家说 但它起了个 非常重要的指路作用 就是他说 iPhone电池500个充电循环 维持80%电量的 这个标准定的比较低 有个叫BBK的联盟 旗下的手机 能一路撑到 1600个充电周期之后 电池才降到80% 我一看这BBK何妨神圣啊 一查 哎呀这不不不高吗 就如果把不不高 看成一个派系的话 那其实今天的 OPPO Vivo E加 Realme IQ 都是从老步不高派生出来的 不过今天的重点呢 是电池 那篇博文提到的 1600个充电循环 才降到80%的电池呢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我找到了 好几篇报道交叉验证 最早这个离谱的东西呢 应该是被放进了 22年3月的 OPPO Find X5 Pro上 然后呢 又出现在了 OPPO Reno 8 Pro和9 Pro上 之前咱们提到的 Tech Insights 讲电池原理的那篇文章呢 实际上就是一篇 关于Reno 9 Pro电池的拆解报告 就是为了看看 这玩意到底是咋做出来的 这电池到底是啥原理 然后这个电池呢 还在步步高派系 都横向扩散 我查到的呢 包括1加11 Realme GT Neo3 还有iQoo 10 Pro 应该都上了 这款神奇的东西 就以上中奖名单的观众呢 欢迎分享一下 这个电池的实际使用体验 我真的很好奇 就如果这个数据 没造假的话 那它能撑住的充电周期 是iPhone电池的三倍 而且这还是顶着 一两百瓦的快充速度达到的 像iPhone为了环保 为了尽可能延长电池寿命 是一直都没上快充的 因为快充带来的高温 也会损伤电池 但步步高 这会人搞的这个东西呢 就各种不环保 快充直接150瓦 200瓦往上干 然后呢 也没有iPhone15 限制最大电量 80%的环保措施 结果使用寿命 是iPhone电池的三倍 说实话呢 有点尴尬 不过这至少说明呢 内置电池这套方案 也是有希望的 更耐用的电池是存在的 如果这类电池 能逐渐普及成行业标准 那其实手机用了四五年之后 电池都不会成为瓶颈 基本上呢 也就够了 今天的主题 要是说浓缩成一个词呢 那就是反消费主义 讲这么多 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关注电池技术 选购手机的时候呢 把电池循环次数也考虑进来 然后呢 也可以多了解了解 像Firephone这样的 可拆卸式手机 如果iPhone用户的话呢 就把环保相关的选项 能勾上都勾上 这些呢 对延长手机使用寿命 都是有帮助的 就算你不打算一直用下去 卖二手的时候 也能多回点血 最后呢 就是无论是用什么手机 如果是电池不行了 导致手机出问题 比如续航下降 再比如今天咱们还讲了一个 突然关机 实际上也是电池不行导致的 就如果是电池的问题 那优先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通过换电池来解决 而不是把整个手机一起包废掉 行 那就到这吧 我是林毅 咱们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我越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